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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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是9点半轨 但是发掘的结果是15点半轨 这个凑出了我们之前的预测 考古队员还在墓地中发现了大量带有名文的青铜器 通过视团 通过视团 他们来自一个史书上经有寥寥几笔的小国 从我们法教的情况来看 包括考古调查情况来看 世国在这里 它的半途应该是比今天的长青的行政计划 但是它是当时命夫妻子的一个主后国 西州晚期到战国时期的齐鲁大地上 存续着众多古国 春秋霸主齐国 李伊典范鲁国 除此之外 还有众多的中小国家 他们互相攻伐 又互相联姻 十国只是其中之一 仙人台周代墓地的发现 将这个沉睡已久的小国逐渐唤醒 也让考古队员得以探寻一个时代的前程往事 同学们好 欢迎大家来到山东大学博物馆 我们学校的博物馆是一座国家一级博物馆 也是全国高校中唯一的一座历史考古类博物馆 这里的藏品从新世纪时期到两周时期 藏品丰富 门类众多 2022年9月6日 又是一年开学季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迎来了新一年的大一新生 参观学校博物馆 是大一新生们要打卡的任意 我们现在进入的是文物展厅 这个文物展厅的主题叫做施国寻踪 讲述的是两周时期 早期施国的历史 我们眼前展规中看到的这件文物呢 是我们的一件镇馆之宝 也是国家一级保护文物 我们私下里称其为龙盘凤舞青铜方胡 正如大家所看到的这件 这件青铜方胡 全身固满华丽的文饰 盖顶有两条盘绕的浅浮雕笼 颈腹之间有一条宽带纹 腹部为盘龙纹 四面各有一龙头 其中前腹与后腹的龙头为高浮雕 两侧为浅浮雕 文室错落有致 龙身盘绕全躯 龙春风登天秋风浅渊 两千多年前的匠人 怀着敬畏之心 铸造了这件青铜重器 他出土自济南市长青区的 仙人台周代墓地 他的主人是谁 又来自哪里 这件青铜方胡背后 还隐藏着怎样 不为人知的历史 任香红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他是破解这一连串疑问的关键人物 当年正是他带队 发掘了仙人台周代墓地 从中清理出大批珍贵文物 回想起二十多年前那场发掘 任香红至今记忆犹新 一九九五年我三十九岁 那是我第一次任领队 在学生进行天涯科目实习 和学校老师方徽 推大语用 在山大科目系九二级同学 发掘长青仙人台一致 路径回想起来 那次发掘简直超乎我们的想象 长青仙人台周代墓地的发掘工作 源于一次考古实习 一九九四年 考古专业已经是山东大学的金字招牌之一 却因为经费有限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一直没有用于教学研究的青铜器 我们法学显令台呢 那么当时呢我们是这样考虑的 那么首先呢是完成教学计划 因为我们是学校嘛 那么以教书于人为天职 最重要的就是完成教学计划 那么推荐教学之量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 还有一个目标就是想挖一点青铜器 作为我们教学表白 因为我们转业呢 我们考古转业 因为成立的时间比较短 那么教学表白比较贫乏 特别是青铜器 青铜器作为商周贵族随葬的重要器物 在当时山东地区的田野发掘中并不常见 所以如何找到青铜器 选择合适的实习地点 就成了任香红面临的首要问题 他查阅了山东地区历年的考古报告 文物信息 希望可以找到一个理想的实习地点 完成教学计划呢 应该比较容易一些 那么但是呢 我们设计的目标 反正青铜器的话 这个是比较难的 因为青铜器呢 它毕竟是在当时呢 社会地位比较高的 只有贵族才能够使用 这个是比较难的 那么为了达到这个目标 完成这个任务 我们呢就开始分析呢 当时我们分析呢 就是山东 就是在我们 例如说能积的实习的范围之内 大概哪些地区 哪些区域 可以达到这样的目标 就是出青铜器啊 比较多的地方 济南市长青区境内 山脉连绵四塞之故 祖山戴河位置冲耀 自古即为兵家必争之地 修建于春秋战国时期的 军事防御工程齐长城 其西端就是于长青附近 在群山中蜿蜒七十余千米 至今脉络清晰 占国时的奇境之战 也发生在长青境内 所以任湘洪判断 长青地区出现青铜器的可能性更高 经过再三思考过后 任湘洪决定 将学生实习的地点 就定在济南市长青区一带 但是在前期选址考察中 任湘洪踏遍了长青境内高山平原 结果却不是很理想 我们的第一选择目标 就是选择小兔 而不是长青附近台 那么我们向上考察的时候 我们发现小兔的那个匹青铜器 我们在向上没有找到它的具体地点 那么这个点我们就放弃了 那么我们就开了什么的 就在长青博物馆的他们仓库里面 看一看是否是还有其他的一些地点 能够出青铜器的地点 于是我们发现了什么的 长青附近台 那么两件青铜柜 1994年10月 已经进行了几十天考察选址的任湘洪 到达长青区博物馆仓库进行参观 其中两件精美的青铜柜 让任湘洪眼前一亮 那么这两件柜呢 就引起了我的高度重视 那么我们考虑呢 那两件青铜柜非常大气 都在非常什么呢 非常的光正 非常的精工 两件青铜柜呢 它的性质 包括它的打消是一样的 那么我们当时推断呢 这应当是墓葬里面的碎浪品 如果按照肘带的 用这个肘带的话 两件柜 那么就有三件钉 三钉两柜 假如说是这样的话 那么发觉青铜器 要是达到 那么如果是两件 或者是三件青铜器的 这样一个目标 就完全可以实现 这个发现 让任湘洪有些兴奋 但他不敢大意 通过查阅原始记录 任湘洪得知 这两件青铜柜 出自长青地区 北黄牙村的 仙人台遗址 仙人台遗址 位于南大沙河上游 北岸的河旁高台上 北距济南市区25千米 1958年 由于要修建钓鱼台水库 原来居住在黄牙村的居民 搬迁为三个村落 北黄牙村便是其中之一 所谓的仙人台 就像是一块隆起的黄土平台 自东向西探入水中 但是在当年水库修建期间 仍没有人发现仙人台的玄机 直到1975年 这个掩余黄土下的古遗迹 才出路端倪 75年秋天 我带领了这个村的山源来收稿粮 收稿粮的时候 我走了个进入 到快这个仙人台订的时候 发现了一个法律的东西 我当年一挖的 这个青铜器 我当时就交给了这个油管部门 后来又发现了一些 我也接着上轿的 为了获得第一手的信息 任香红匆忙赶往北黄牙村 找到了当年铜器的发现者 张建长 就是在那个地方 你看我弄着脸上去以后 看他这个铜他不找熊 我看他把绿 随后在张建长的陪同下 他又赶往仙人台 进行实地考察 现场情况 与村民的描述基本一致 在几处崖壁上 确实有一些古代遗迹 暴露在外面 尽管当时有些专家 并不看好仙人台遗址 但任香红还是决定 将学生实习的地点定在这里 1995年3月5日 在经过几个月的准备之后 任香红带领二十多人的师生队伍 进驻仙人台 学生们在遗址周围 分组进行古代遗迹的考古调查 任香红则和另外两个学生 留在仙人台 想要证实之前看到的青铜鬼 到底是不是出自这里 仙人台到底值不值得 进行考古发掘 事实证明 任香红的判断没有错误 大概是经过了两天的时间 在这块不大的黄土台上 考古队员一共勘探出了六座周代古墓 墓主人是谁 墓葬中汇出土人香红七代的青铜器吗 仙人台周代墓地的发掘 就此展开 发掘工作自M1号墓葬开始 这是一座已经遭受破坏的墓葬 村民发现的青铜器就出自这里 随着考古发掘工作全面展开 耕吐层之下 很快就出现了明显的墓葬迹象 更为关键的是 经过仔细排查 考古队员并没有找到 盗洞的痕迹 喜悦之情开始在现场蔓延 那么我们庆里以后 是我们非常起来的 那么边边的青铜箱 那么我们庆里的结果来看 那边基本上是什么呢 空空荡荡荡的 里面的隧藏品全都没了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在长庆博物馆 捡到的青铜锅 应该就出这个位置 但是清了底部的时候 还出现了一部分隧藏品 我们捡到最景气的什么呢 就一把青铜短剑 这把剑做得非常精致 还有与它相关的一些什么呢 一些串实 这把让任香红留下深刻印象的 青铜短剑 出自墓葬的南气五香 M1号墓葬 共有南北两气五香 北气五香就是村民 发现青铜器的地方 当时已经被破坏殆尽 而南气五香中 还保存有一些器物 这把青铜短剑 通长29厘米 剑隔宽4厘米 精致玲珑 短剑整体构思巧妙 设计独特 两条龙手尾呼应 构成圆形剑手和扁体剑隔 曲体相互盘绕 构成圆筒形把柄 龙体透雕 柄心中空 龙体上还镶嵌有若干 五彩通透的颗粒状宝石 这种工艺呢 我们清理的时候 它里面的应该是 我们没有见到的反图 没有反图的痕迹 这就有可能说明 这是个什么呢 用蜡来做的磨 然后什么的 用蜡做成这么一个形状 然后什么的 然后再胶住 蜡融掉以后呢 然后就形成什么的 就形成这么一个东西 这种工艺 应该我们叫做施拉法 也叫做喇嘛法 这种工艺呢 以前的时候 人为黑王在我们国家出现 就黑王 大家就天空开雾 什么的后面 才会进入这个东西 那么后来呢 我们发现 我们国家以后像是 像是这个 等候银幕发现 那么一下推的 让我早一点 让我早起 后来呢再下次 河南下次 又出现这样的东西 那么得往前推 应该推到春秋 一样的时期 又多一点 如果确定一点 确定它是一个 喇嘛法 也叫做施拉法 的话 因为我们这个 某当年代 是我们把它确定的 从母前的各个方面 各样整理 我们把它确定的 应该是春秋的初年 就是春秋跟西州的交接之际 交接之际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确定的话 就是母前的 我们所见到的资料的话 这个是沙拉法 我们的关键是 比较早的一点 由于M1号墓葬 遭受过严重破坏 考古队员的发掘进度 也相对缓慢 因为这是了解 整座墓地的第一个窗口 考古队员必须 获取到足够多的信息 这样才能为后续的发掘 奠定基础 数日的辛苦过后 M1号墓葬基本已经清理完毕 但遗憾的是 考古队员并没有在墓葬中 找到类似顶、鬼的青铜礼器 所以他们推测 墓葬原本的北汽五香 应该就是存放随葬礼器的地方 而南汽五香 则是存放兵器、乐器的位置 尽管没有发掘到鼎、鬼等青铜重器 但M1号墓葬的发掘 还是给领队任香红打了一针强心剂 这个1号墓葬的强力 给我们什么呢 给了很大的鼓舞 如果这种墓葬没有比较 那么我们探出的 那么还有五种墓葬 它的鬼嘛 有的是比这个墓葬还要大 有的呢比这个鬼嘛可能略小一点 但是平均起来看的话 所有鬼嘛都差不多 当时我们做了一个推断 平均 那么每一座墓葬 那么五座墓葬嘛 是不是 那么如果处到七件 或者六件 得保守一点 那么怎么得三十多件青铜器 就三十件左右吧 三十多件青铜器 这个数量已经大大超出了考古队员的预期 领队任香红难以抑制心中的激度 因为当时考古驻地北黄崖村内没有电话 即便当天发掘结束已经到了晚上 任香红还是跑到钓鱼台水库的值班室 用坐机给学院老师分享了这个喜讯 当时的发掘工作才刚刚开始 任香红不知道的是 仙人台周代墓地中还有更大的惊喜 更多的疑问在等待着他 按捺下心中的激度 领队任香红决定 继续发掘M2号墓葬 这是一座长方形数学土坑墓 他与M1号墓葬平行分布 两座墓葬之间的距离只有1.5米 两个墓主人之间有着什么样的联系 M2号墓葬又会给考古队员带来怎样的信息 此时的考古队员来不及仔细思考 因为随着发掘的深入 他们期待已久的青铜器终于出现了 因为我们呢在发掘事情呢 那么给同学上课的时候 就是说我们出的教学任务之外呢 我们就是想做一点青铜器 所以我们把这个作为一个重要的目标 所以看了青铜器呢大家就开始兴奋 后面非常期待 所以二号墓清理呢 我们还行得非常精神 那么青铃啊应该说是还是非常这个让人兴奋的 青铃的结果呢是什么呢 两件青铜钉 还有一件什么呢 还有两件青铜负 M2号墓桑中 共出土四件青铜锂 基本符合考古队员死前的预期 这是他们第一次亲手触摸到 还略带有泥土芬芳的青铜器 晚上回到住地以后 考古队员迫不及待的 开始清理这些他们期待已久的器物 这件青铜顶 出自墓葬的西南角 腹部微微外骨 气身上装饰有当时流行的 窃驱纹 垂陵纹等纹饰 外表有明显的使用痕迹 顶内还有相对完整的鱼骨架 但是我们在青铜顶的时候 发现青铜顶里面还保存一些什么呢 还保存一些有的是动物骨头 其中有一件顶呢 应该随着的是鱼 包括那个鱼骨还保存非常好 非常完整 也就是说其中一件顶呢 应该是放着什么呢 完整的鱼 只有完整的鱼 它在腐朽以后呢 才能保存完整的什么呢 这样的鱼骨 那么在腹里面呢 在青铜顶腹里面 我们打开青铜顶腹一看呢 里面还有保存的饰品 保存的饰品 看上去就像 特别像今天的 就是我们那种一种传统的饰品 像法稿一样 那么保存还是非常不错的 这四年青铜顶 两年青铜顶 两年青铜顶 两年青铜顶腹 因为它的制度啊 包括是非常进攻的 所以呢 这种墓葬呢 还是 青铜顶腹给我们什么呢 还是带来很大希望 首先证明什么呢 应该是没有必要 那么我们一开始判断是正确的 那么后边的青铜顶腹 这个墓葬的发觉 那么应该出现 青铜顶的青铜顶腹的可能性 应该是更大 考古队员在M2号墓葬中 共发现两件青铜顶 证明墓主人很可能是一位贵族 这让他们对接下来的发觉 充满希望 青铜顶的发现 已经让考古队员惊喜万分 但是 当他们将顶内的鱼骨清理完毕后 更大的惊喜出现了 顶内契壁上 居然隐约显露出文字的痕迹 那么我们所谓的清理以后 看了一下什么呢 是有没有原因的出现 因为这个是我们非常惊喜的 我们知道青铜顶面文是太天规了 因为这是什么呢 这是出图文献 如果有原因的话 这就是党史的记录 对于破解我们这个 某当的年代 包括他的墓主人 等等等等的一些问题 这是最关键的问题 作为山东大学 教授青铜器研究的老师 任香红对这些出现的明文 并没有感到陌生 明文本身也并不复杂 任香红很快便试读出来 但是明文背后的历史信息 却让现场的考古队员感到有些疑惑 但是呢我们不敢默然清理 但这是什么呢 这是音乐能看得出来 第一个字 第一个字像是四 那么一个四没有四 一个耳朵 耳朵嘛就是一嘛 古代是一个一的一个意思嘛 引起任香红注意的是 明文中的第一个字 诗 这是日常生活中极其少见的一个字 它是什么意思 又代表着什么呢 在距离仙人台遗址十千米外的 长青区石都庄村 村民在取土时 曾先后发现多件 带有狮字明文的青铜器 这些青铜器上的明文 除了个别字的写法不一样 内容几乎与仙人台遗址 出土青铜顶上的明文相同 经过多方查询 考古队员判断 这应该是东周时期 一个诸侯国的名字 那么前面这个四呢 是什么意思呢 那么和我们可以什么呢 理解称可能是一个人名 就是我们统上所说的 这个起物的起足 左起者 那么也可能是个什么呢 也可能是一个 一个国家 一个国民的问题 如果后边是在就位 那么可能是一个国民 如果没有就位的话 那就人民的可能性比较大 但是不管怎么讲 这是一个重要的信息 诗国在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中 只出现过两次 第一次是在春秋相公十三年 内容只有短短三个字 下 取诗 左传中解释的略微详细一点 下 诗乱分为三 诗就诗 相公十三年 是公元前五六零年 也就是说 在这一年的夏天 诗国发生内乱 一分为三 其中一方向鲁国求救 在干预诗国内政时 鲁国趁机将其吞并 诗国救死灭亡 诗国作为当时的一个小诸侯国 刚刚建之于史册 就是灭国 让考古队员感到奇怪的是 在春秋左传词典中记彩 诗 国名 任性 在经山东济宁市南五十里 也就是说 诗国的地理位置 应该是位于鲁南地区 那么这件诗国的青铜重器 为何会出现在 鲁北的仙人台遗址 那么下面呢 音乐会出现什么呢 音乐是看了很 其他呢也不得很清楚 那么有些人呢 看了别清楚 像是影子 影子就是一件影器 就是配上女儿的 硬器是两周时期出现的一种 非常特殊的青铜器 当时诸侯国伶俐 为了加强彼此的关系 联姻就成为外交的重要形式 为表达这种联姻的庄重与神圣 在举行婚礼时 要铸造青铜器作为陪嫁品 通常情况下 硬器都会被带往夫国 在出嫁者去世时随葬入墓 难道仙人台遗址 是一处其他诸侯国的贵族墓地 所以当年诗国用来陪嫁的青铜器 才会出现在这里 在没有更多证据出现之前 考古队员也不敢妄下结论 他们只能继续发掘工作 尽管M2号墓葬中 还有种种未解之谜 但是青铜器的出现 让整个考古队为之兴奋起来 不过此时的领队任香红 却感到一丝忧虑 我们为了法国的顺利 为了万一万的安全 所以在我们谈 我们清理完一号墓之后 我们就开始准备什么呢 准备一些安全措施 比如说是买点什么的 保险柜啊 铁片厨子之类的 那么当时我们 就是拿着三十件左右 轻松器的这么一个数量 来进行构置的这样的一些设备 在一切准备妥当后 考古队员开始继续发掘M3号墓葬 M3号墓距离移植北边悬崖 仅二十厘米 墓口距离地表也不过三十厘米 在这种埋藏环境下 墓葬内部很有可能已经遭受破坏 那么M3号墓内还能出土青铜器吗 小心翼翼清理后 墓葬初步显露出来 这同样是一座长方形数学土坑墓 墓葬底部葬具 为一官一果 当腰坑气五香逐渐显露出来时 考古队员发现 他们依旧保存完整 随葬品没有被破坏 考古队员暂时放下心来 继续清理 M3号墓葬中也出土了四件青铜器 其中两件青铜鼎的出现 证明墓主人曾经是一位中鸣鼎石的贵族 从随葬器五来看 考古队员推测 墓主人也是一名女性 那么她又会是谁呢 在剩余的两件青铜器中 考古队员找到了 有关墓主人身份的关键信息 明文 但是明文的内容 却彻底颠覆了考古队员 此前的种种猜测 这是M3号墓葬出土的一件青铜斧 上下两侧附有寿面形耳 气身周围以象纹装饰 在气雾的顶部与底部 刻有二十三字名纹 诗照作 为其屡斧 用试屡粮 用影诸母诸凶氏 永宝母幼江 考古队员取明文前两个字 将这件青铜器 命名为施照斧 明文中再一次出现了施字 但是这件施照斧 与M2号墓葬出土的硬器 有着截然不同的作用 因为这个是比较清楚的 比二号墓当然清楚多了 什么事 那么应该是 它的布局报告结果 应该二十三个字 没有问题的 那么这个字呢 应该什么呢 应该不是很难理解 应该四招 四 现在我们开始考虑什么的 四招肯定是这个墓主人 也是祈物里作起者 四招作为祈律佛 就是为自己做一个什么呢 做了一个一件祈物 然后祝福祂祝目祝兄 等等等等 怎么回事 最关键最关键的 前面这几句话 非常清晰的 比较明确的告诉我们 四招就是这个祈物的作起者 给自己做了这么一件祈物 同时呢 应该什么呢 这个墓主人 那么极有可能 就是什么呢 应该就是四招 诗国青铜器的再次出现 让考古队员 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测 难道 这里是一处 诗国的贵族墓地 但是 这显然 与文献中的记载不相符 而且 M2号墓丧中 出现的硬器 又该如何解释 任香红翻遍史书 也没有找到 用于培驾的硬器 最后 却没有葬于 富国的先例 此时的考古队员 感到一筹莫展 他们不知道的是 七年后 同样是山东地区的一次 考古发掘 给这个疑问 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解答契机 2002年 考古队员在枣庄市东江村 同样发现了一处 春秋战国时期的墓葬群 令人吃惊的是 六座墓葬中 居然有三座 是带有墓道的甲字形大墓 通过对出土青铜器上的名文 进行试读 考古队员最终判断 墓主人也是来自一个史书上 仅有寥寥几笔的小国 小诸国 在墓地出土的众多文物中 出现了几件小诸国的应女之器 同样是没有葬于夫国 而是随墓葬主人 葬在了小诸国的墓地之中 在当时的时候 都是往往是什么呢 就是小国家 要必然要给你打过的 都是佛容 什么这蒙 南蒙什么结蒙的 为了舍极的延续 是不是 你们小诸国吧 是很小的国家 四国也是非常很小的国家 小诸国包括四国 他们都是什么呢 他们都是陆国的附属国家 附农国 那么他们出现这样的共同现象 是可能性比较大的 那么二号目的这个 这个情统性命运呢 应该是一件硬气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我们一月看了一个四字 那么还有像一个七字 后面是一个硬子 那也说这一年七五是一件硬气 是没有问题 而且它跟诗国 肯定有密切关系的 也就是说 诗国的硬气出现在仙人台周代墓地 并不能判断 这里不是诗国的贵族墓地 或许只是说明 当时诗国出嫁的贵族女子 有可能遭遇到了不幸的婚姻 最后 这位女子只能携带着自己的陪嫁器物 返回诗国 发掘至此 仙人台周代墓地中只剩下面积最小的M4号墓葬 位置最偏远的M5号墓葬 以及面积最大的M6号墓葬尚未发掘 为了加快进度 考古队员决定同时进行发掘 仙人台周代墓地这次考古实习 已经过去一个多月 领队任香红最初的目标已经完成 他们不仅发掘到顶 斧等大型青铜器 甚至还在青铜器上发现了文字 然而随着发掘的深入 这些青铜器和名文不断出现 却给考古队员带来了越来越多的谜团 这片墓地的主人究竟是谁 考古队员希望在随后的发掘中 可以找到答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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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掘中